大家好,欢迎来到生物信息100问,我是陆希。 今天我们来讲VirtualBox安装Ubuntu操作系统。 作为一名生物信息学的从业者,Linux操作系统是一个必备的工具。 如果个人主机是Windows操作系统,又想使用Linux操作系统的话, 使用VirtualBox安装Ubuntu操作系统,就会成为一种两全其美的选择。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下载并安装VirtualBox。 点击最上面的这个网址,就会带我们进入下载VirtualBox的网页。 因为我们的主机是Windows操作系统,所以点击Windows hosts, VirtualBox安装文件就会自动下载。 第二个准备工作是下载Ubuntu Desktop的镜像文件。 点击最上方的这个网址,就会进入下载Ubuntu Desktop ISO镜像文件的网页。 点击download,镜像文件就会自动下载。 那么这两个文件下载之后,下一步就是安装VirtualBox。 因为安装VirtualBox的步骤比较简单明了,所以在这个视频中我就不做展示。 我们假定已经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成功安装了VirtualBox。 那么下面我将来演示如何使用VirtualBox来安装Ubuntu操作系统。 首先点击new,创建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选择一个合适的名字。 Type,选择Linux,Version,Ubuntu,64维。 点击next。 好,这里是设定memory size。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默认的。 点击next。 这里是设定HardDisk。 那么我们选择Create a VirtualHardDisk。 这里是选择HardDiskFileType。 我们使用默认的VDI。 VirtualBoxDiskImage。 选择next。 这一步是选择Storage on PhysicalHardDisk。 我们使用默认的Dynamically Allocated。 这里是选择FileLocation和Size。 那么关于Size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进行设定。 那么最低呢,不要低于10G。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20G。 点击create。 这样创建的过程就完成了。 下面让我们进行一些基本的设置。 点击settings。 点击settings。 这里我们选择Vbox VGA。 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避免将来进入操作系统的时候出现黑屏的现象。 选择Storage。 点击empty。 点击这个光盘的图标。 让我们来选择我们下载的Ubuntu Desktop ISO的镜像文件。 再看其他的设置。 为了实现在Windows操作系统和Ubuntu操作系统之间进行传输文件的便利。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设定Shared Folders。 点击这个加号。 选择Folder Path。 好,这里我们选择的是C盘的Shared Folder这个文件夹。 选择automount。 点击OK。 我们再回到General。 点击Advanced。 好,这里有两个功能。 Shared Clipboard和Drag and Drop。 这里我们都选择 双向的Bidirectional。 点击OK。 这样基本的设定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开始安装Ubuntu操作系统。 点击Start。 这里进行文件已经选择完毕。 点击Start。 这里进行文件已经选择完毕。 点击Start。 这里进行文件已经选择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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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这里出现一个选择页面 那么一个是Try Ubuntu 一个是Install Ubuntu 我们选择Install Ubuntu 点击Continue 点击Continue 这里出现一个选项 关于安装的类型 我们选择默认的 Enrise Disk and Install Ubuntu 点击Install Now 这里出现个人的基本信息 比较 默设立 然后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到这里安装过程已经完成 现在让我们重新启动 点击Restart Now 按一下回车键 谢谢大家 第一次登陆Ubuntu 就会出现这样的页面 那我们点击Skip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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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e 好了到目前为止 Ubuntu操作系统已经安装成功 那我们来进行一些优化 首先我们想让这个操作系统最大化 如果遇到虚拟机的窗口 不能全屏的情况怎么办 下面给出了一个三步的解决方案 第一步 打开虚拟机的Terminal 通过下面这行命令 安装两个软件包 第二步 在虚拟机窗口的左上角 从Devices的菜单中选择 Insert Guest Edition CD Image 并且安装VirtualBox Guest Editions 第三步 重新启动虚拟机 以便激活VirtualBox Guest Editions 一般来说 通过以上三步 就可以解决 虚拟机不能全屏化的问题 我们找一下Terminal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 可以进行Command Line操作的一个Ubuntu的操作系统 最大化以后的用户体验 也是非常好的 这期视频 我们主要讲了 VirtualBox安装Ubuntu操作系统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根据大家的问题 做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陆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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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